5月27日,新京报记者自全国法院执行信息平台获悉,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,下称东方园林,新增被执行信息,执行法院为习和县人民法院,立案时间为2019年5月17日,案号为2019,鲁1425-1084号。 该执行信息显示,何乔女的身份证号显示为110108196602328,东方园林2009年的招股书显示,何乔女身份证号码为110-010861600129232。 新京报记者查询全国法院执行信息平台发现,唐凯亦被列为被执行人、执行法院、案号、立案时间和执行标的均与何乔女一致,身份证号码为110102197000436。 东方园林招股书显示,东方园林2018年年报显示,截至报告期末,何乔女持有公司38.39%股份,唐凯持有5.74%。 就此事具体情况,何乔女目前资金情况,以及此事对何乔女资金链会否造成影响。 新京报记者日前就此向东方园林发去采访问题,目前尚未收到回复。 此前于5月16日,东方园林公告称,其两期超短期融资限18东方园林SCP-003,和19东方园林SCP-001,触发投资者保护条款。 东方园林就触发原因表示,2018年下半年以来,公司面临融资环境紧张,债务结构不尽合理和债务集中到期的诸多困难。 虽然在2018年11月,和2019年1月,成功发行了两期超短期融资限,但在应对对下支付工程劳务费及原材料采购方面,仍存在较大资金压力。 为维持在施工程项目的正常运作公司,无暇将收到的应收款,汇入到保障金账户,便立即用于对下支付,从而触发投资者保护条款。 关于你采取的补救措施,东方园林表示,正在逐步采取引入战略投资者,优化债务结构,调整战略规划等措施,来增加流动性,改善财务状况,降低投资风险。 东方园林被称为中国园林第一股,主要提供生态师地、园林建设和水利市政等设计施工。 2018年5月,东方园林公告称,公司公开发行不超过15亿元债券已经获批,原本计划发行的10亿元公司债券,实际发行规模仅0.5亿元,被称为史上最冷发债。 去年发债不利后,东方园林的财务问题,频频引发关注。 今年2月,东方园林曾献违约虚惊。 2月12日,上海清算所发布公告,2019年2月12日,是东方园林2018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的付息兑付日, 截至今日日中仍未足额收到东方园林支付的付息兑付资金,但无法代理发行人,进行本期债券的付息兑付工作。 东方园林方面迅速回应称,公司已于2019年2月1日,将本金5亿元支付到上海清算所应收固定收益产品付息兑付资金户, 但由于财务人员操作失误,截至2019年2月12日下午5点,未能及时将3000万元利息支付到上海清算所。 2月13日,东方园林公告称,已完成了2018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的兑付,本期合计人民币5.3亿元。 公司就本次短期融资券兑付事件向全体股东、债权人致以最诚挚的歉意。 东方园林的2018年年报显示,截至报告期末,公司流动负债余额271亿元,较2017年末增长幅度为27.46%, 其中短期借款29.47亿元,短期应付其他借款21亿元,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及债券113.43亿元,应付短期债券37亿元。 此外,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金额为5092.92万元,较上年同期下降98.26%,流动比率为0.99%,短期承债压力较大。 值得注意的是,东方园林年审会计师对财务报告出具了带强调摄像段的无保留意见,认为存在可能导致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,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。 深交所随后向东方园林下方年报问寻函。 东方园林回复称,公司采取多种措施化解风险,包括引入战略股东,补充流动性,提高公司融资能力,调整战略规划,不盲目扩张等。 4月下旬,东方园林曝出渐薪问题。 其后,东方园林公告称,还发员工工资,拖欠离职员工补偿金的行为,损害了员工利益,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,对此,公司董事会申表歉意。 董事会将督促管理层,采取积极措施快速解决,消除不良影响。 东方园林表示,公司已加快项目回款回笼资金,正按级别自向而上不发员工工资和离职员工补偿金,预计在5月份解决全部拖欠工资问题,消除相关事项带来的不良影响。 东方园林表示,2018年下半年,公司根据市场环境和行业政策,及时调整经营策略,主动管控风险。 对于质量项目,细化梳理,根据融资进展合理安排资本金支出和开施工。 融资落地项目,加大回款力度,尽快回笼资金。 融资相对困难项目,通过引入战头,转EPC,甩项验收,清退等多种方式解决。 对于新项目开拓,东方园林表示,重点推进地方财力雄厚,支付能力有保障地区的业务,项目决策中采取金融一票否决至,严控开工条件,保障项目的安全稳定实施。 根据资金情况,调整微费处置板块的投资节奏,引入战略股东进行增资,并提供融资支持,降低公司投资压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